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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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是觉得比如说 during这个MCO 其实它对很多行业都会有一定的冲击 所以当初我是说把这个当成是我第二个optional的职业来去进行 其实之前我们是在家里育苗家里做 因为家里的空间很里面的 所以植物多了我们就需要有一个大的地方去放它 然后其实近年来这些绿植的需求量都很高 所以我们就搬去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苗圃 所以我们有比较多地方好去栽培这些绿植 因为最近其实整个市场也算是公布应求 因为在在这一个MCO的期间 很多人培养出这一个种植绿植的这个兴趣 所以我们就按照这个趋势去开启一个新的这个行业这样子 我很好奇其实刚刚你有说到一点 真的很明显的可以感受到的 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大家都锁在家里面 所以呢养育这个绿色植物真的成为了一股潮流 那你们两位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这个绿色植物 然后爱上甚至变成了你们的第二十年 MCO前的半年到一年 半年到一年 应该是两年前 两年前吗 我先开始 你先开始 2019年 Simon就开始 其实是这样子 就比如说我们工作 比如说我的工作 就有时候会非常非常的压力 OK 然后我的同事他就之前就介绍我说 其实我们可以开始种一点植物 那你每天你上盘前 你看一下植物 或者下班后你看一下植物 就长得好 心情会比较好 所以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越种越多 然后我买进了非常非常的多 然后都没有卖 只是买 所以我的家里基本上连走路的路都没有了 像森林一样 小森林 连车都停在外面 哇 为了植物 大家全部都要挪出空间给他们 所以Simon一开始 所以就开始慢慢的回去卖了 对 那Simon一开始你是从多少钱的这个植物开始投资呢 然后慢慢我相信越买越贵越买越稀有的这个植物 头头反正就是从几十块几块钱的也有 越买越贵 但是就慢慢慢慢的 头头前半年吧 就是会买那种比较基本款的 然后就是会慢慢越买越贵 越买越贵 然后越来越没有的就会开始的买开始的买 然后当你当很多顾客啦 你会发现家里的位置越来越不够的时候 然后你就会慢慢去选择你想要的 你喜欢的 虽然它很贵 但是你还是会买 然后就这样子咯 然后再互相的贩毒这样子 他跟我说要买这个 然后就买买去买买去 家里就越来越多 ok 那其实讲到这个稀有的植物 因为产量非常的少 再加上说它们非常的有特色 像是有不同的叶子 有不同的颜色啦 所以呢其实这些稀有的植物叫做LV界的LV 植物界的LV 对植物界的LV 真的很想要问问两位 就是你们纵观你们有收藏了那么多 这些有特色的这些植物 稀有植物 对可不可以来跟我们讲讲 它们身上最大的一个亮点是什么 其实是因为基因突变 所以它们才那么稀有对吗 其实是是这样子 这种植物它有分两种 一种是人工的让它去基因突变 然后有一种是说它它在原生地 它就会有一整群的基因突变 ok so 因为这些东西它的供应量很少 比如说原生地 它供应量很少 so它的价钱就水涨船高 就这些东西都是物以稀为贵 limited edition 对所以这些给那些收藏家 collector 它们就会很乐意用高价来买 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跟顾客说 有时候有的植物是可遇而不可求 你有钱未必会买得到 so 这些就导致了它们非常非常的抢手 嗯 我想很好奇哦 Simon跟Ivan 你们是怎么样断定说这个植物是稀有植物 你们怎么看 你们会做哪些功课 对 是去哪里做research 还是问一些植物学家之类的 ok 稀有品种 因为一般上就 那一种单棵的植物 它整个是青色的 如果是说它跟平常的不一样 它有带班或者是说他们说带井 他们有带班带井这一些的 它就会是比较稀有的品种 就像刚刚Simon说的那一种 好像这种中文名叫春雨 一般上的春雨是青色的 然后这一个春雨它是带班带井的 然后除此之外 网上你可以在Google看Facebook 或者是YouTube 你都可以看到他们这一些 珍贵植物的中影 所以你看多了 其实你大概大概会知道 哪一种是基因突变的 哪一种就是一般的 因为这种收藏性 是不只马来西亚 是就是全世界 全世界 你看美国英国 他们都会在收这些东西的 所以你不想 只要你有关的频道 都会看到这些东西 带班我知道 就是有点像我们的那个 身上长班的那个感觉 但带井是什么意思啊Simon 其实带井跟带班就是一样的意思 带井的意思 他们比较经常用在多肉植物 他们多肉植物一般上是青色的 如果他们有班的那些 有的人会说带班 有的人说带井 所以其实这个就是一个统称 就是这种 有的人说带班 有的人说带井 然后像这些带班的植物 它通常分为几种班 就有粉红色啊 有白色 有黄色 像我们这里有一颗那个 pink princess粉红色 女生看到你 都会尖叫很少 少女星少女星 给我看给我看 我只有带小壳啦 因为因为 我觉得现在时候 可能在收听节目的朋友 有点不太懂 现在其实可以直接上到 我们脸书专页 去看这个直播 这个视频 好漂亮哦 它有时 而且带班的植物 它有时会有整片是pink color的 或者整片是白色的 或者有时它会这样子 叫半half moon这样子 像这样子的 半月 这种通常 这一颗通常 女生看到的 会很喜欢 那这一颗多少钱呢 这颗两百多左右 两百多三百多 不会到 没有到这么快 之前它的价钱很高 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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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些现在已经有 我们叫组织栽培 T-shirt culture 所以它会比较便宜一点 因为一般上 以前是没有这些组织栽培的技术 在这个植物上面 所以我们都需要 人工去培育它 然后近年来 就比如说像去年 这一个pink princess 就发生公布应求的一个情况 所以它的价钱 一度跑到八百多到千多一颗 所以现在已经是有组织栽培 它价钱就比较便宜 是 我想问一下Simon和Ivan 到底是有没有一个组织 还是什么去控制这些植物的价钱 比如说它的植物 它的市价是这样子 你不可以炒得太高 要设一个顶价 有没有 不然的话它可能会越飙越夸张 对 没有 暂时没有一个组织 或一个人去控制 所以你可以漫天开价 你可以说我只有进这一种 然后全马来西亚只有这一颗 我可以这样讲 然后你可以把价钱炒得很高 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因为有很多植物 就真的是物以稀为贵的情况下 它价钱会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一般上这些植物是针对 就是个别的收藏家 因为有的收藏家 他们是 他们是觉得可遇不可求的时候 他们就会花很高的价 的价钱去买入这个植物 买入自己的星头号 这样子 我也很好奇还有一点 因为刚刚我们就有讲了 稀有植物 其实我们也被称 也称之为就是植物界的LV 那如果说有买这些高档包包的朋友 应该都知道说 你买这些包包 通常他们都会附上一个证明书 对 那你们 从你们店铺里面买到这些植物的话 你们会附上什么样的一些 它的出生证明 对出生证吗 它有一个身份证吗 Certificate之类的 一般上当顾客过来 我们的那个Nestery去买这些植物 我觉得 他们应该在买之前 他们有做了很多的功课 甚至有时候 顾客比我们还更清楚知道产地 更专业 比我们更加的专业 因为一般上 这些植物 如果是说 他们没有一定的知识的情况下 他们应该会花这么大的钱去买 因为假如说 种到不好的话 那怎么办 所以我们的顾客 一般上是 他们已经是彻底了解了 这一个植物之后 他们才会下手 一般上他们都会去种一些比较土童的 所以我可以这样理解 就是你们的主要的一些客户 特别是喜欢买这些稀有植物 都是专业户 他们都是专业户 然后他们都是这些稀有植物的狂热粉丝 他们都知道的 那我们来讲讲这些稀有植物的来源好了 其实大部分都是来自国外吗 那如果是来自国外的话 大部分都是哪些国家为主呢 一般上当这些植物会挂上稀有植物的时候 那就是意味着我们本地很难找 因为我们本地很容易找到的 它就不会是稀有植物 一般上我们是在 就在邻国 印尼 泰国 菲律宾 甚至在墨西哥 就是这几个地方 会去进口个别不同的植物 就每个植物的产地不一样 这样子 所以如果你要那些带班带井的 你就要去泰国 你就要去印尼 他们就会有比较多这样的选择 因为在泰国 他们对这些植物的培育 跟研发会比较发达一点 所以他们会有比较多这些带班带井的植物 因为目前的趋势来说 带班带井的植物会比较容易被客户接受 因为它的外观颜色已经是非常吸引了 但是我们马来西亚自己也是有一些特别的植物 像外国人 有时我们觉得很普通的植物 比如寒羞草 我就有看到外国人做寒羞草 真假的 就是路边的草 我家呼运很多 用高价买寒羞草 对 除了寒羞草 我们路边的那个很大的芋头 他们也买回去 青色 青色 他们也当导来种 那个很漂亮 真的很会选 就很多东西 那蓝叶要不要我加很多 还有我们路边有米林 还有米林 米林也很漂亮 还可以吃呢 绝类 好啦不要开玩笑了 OK我们来说说这个金银突变的这个植物 其实你们卖了那么长的一段时间 那你们发现说你们其实销量最好的 是哪一种类型的稀有植物呢 一般上就像你刚才刚刚说的龟贝族 龟贝族跟Philodendron alright alright 其实他们的家族叫alright family 然后里面就是有 在上面这些anterium 就这一个产的叶 这个叫anterium queen 它是女王 女王我难怪放那么高 anterium里面的queen 然后还有king king是有线条的 像男神的鸡鸡 这样子 然后它的叶子会越来越长 越来越长 可以长过一个人 这样子都可以 会不会有一点像五脸男 有吗 五脸男 对公其俊 公其俊 对动画里面这个五脸男 大辣叶子的这一个 也是anterium 这是叫anterium regal anterium regal 好漂亮哦 所以anterium族群就是火鹤嘛 嗯 所以他们都是可以到很大业 然后下一个就是montsera montsera家族 然后还有philodendron家族 这些都是under airright的家族 就是顾客最喜欢的 因为它很容易maintain 然后它很容易养 嗯 收藏家最喜欢的 收藏家最喜欢的 很容易养 我可以冒昧问一下 多容易吗 但是你不理它 我自己也是一个有种植物的人 但是不多啦 对 不是非常容易养 那些人跟我说 很容易养 但其实好像还是需要一点功夫 就带回家 带回家了之后不久之后 你就看到这个叶子就是 凋落 对 然后它开始一蹶不蹭了 啊 这些 这些这个家族不太容易养 就今天三门带来的这几款 都不太容易养 为什么我说它不太容易养呢 啊 它它对啊 土壤的戒指很有要求 很要求 它对环境很有要求 它对湿度很有要求 若是说这几个重点 其中一个你拿捏到不好的话 它叶子很比较 毕竟啊 美里这边 沙拉瓦这边的天气太太闷热了 然后一门都有下雨 它的整个环境还是不太适合 因为它们是主要是活在那个 啊 热带雨林呢 的树上或者是在在树下 就是有很多大树避营的 的地方 所以我们要种这些我们就必须 要知道它的性质 知道它的性质 我们要制造出啊 相关的一个一个类似的环境给它 它才能长得好 就比如说有的顾客会跟我们说 诶啊 在你的serie那边非常美 我种了两个月 为什么很像越来越伤心 对 就可能那个地方 你放的地方太太热了 所以像这些植物在买之前 就必须要做好功课 他们喜欢什么 他们不喜欢什么 你觉得你个人就想说 我买了这些植物 当然就是为了要装饰我的家里嘛 那有些人可能就会把它放在阳台 对 让它长期这样被太阳暴晒 这其实对你们刚提到的那几个植物 应该是很大的伤害吧 就完全不可以 对 我们的serie都是很很阴 蛮阴的 因为这些 像他们会push这么大的叶子的植物 就是代表它是在很阴暗的地方 然后它会开很大叶子去吸收阳光 因为上面可能很多大树挡着 所以它就会开很多大叶子 这样子 嗯 明白 那对于这种很少见很稀有的这些植物 会不会来到了之后 就是供不应求 然后你们会想什么办法 有什么技术来让它长得更多 更茂密 可以供应更多人吗 比如说这种植物 一般上我们也会去培育它 不过它也需要一点时间 一般上最快的方式 还是跟供应商取货 会比较快一点 因为它们从一个幼苗长大也需要时间 所以一般上我们都会跟供应量取货 我们会找货源跟供应商找货源 这样子 刚刚你有说到你们会做一些研发的动作 那你可不可以讲讲你们最近 或者是你们之前做的哪些研究吗 都是用什么样的一些方法 研究吗 我们一般上我们之前做过的就是种子 我们就是会去育苗 就是会去把两种不同的植物 然后我们去做一个hybrid 这样子 然后它有一个新的品种出来讲一个 对 不过一般上我们做的不是这一些 我们做的是另外一个像鸟窝卷 那样子的anterium 不过现在它还在生长的阶段 所以不能够拿来给你们看这样子 它还太小了 那我们自己成功的再给你们看吧 对就可以把两种不一样的品种 然后跟它做交配 然后新的品种上面 就会有它这两种的特质在同一个上面 比如说我们之前做过的就是一个黑色的鸟窝爵 黑色的鸟窝爵跟另外一颗带斑的鸟窝爵 去混种 所以它出来的新品种 它就会有带黑色 它也会有带斑这样子 不过这一个现在已经是在 它还在成长阶段了 不过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它有斑在它的幼苗上面了 那我想请问一下两位 你们说的这个配种 基本上现在的一个我们人类所掌握的一些技术 我们有几种配种的方法 除了种子 有没有说把它的叶子摘下来 跟其他的叶子 我不知道 不晓得怎么样 种在一起是怎么样 然后会产生 对那种叫价介 那种叫价介 那种叫价介 其实比如说 有的大红花 你可以看到一颗大红花 它 它里面有 有两三个花色 这样子其实那些都是价介 在一棵母树上面 用两棵不同的颜色的价介 在它的那个 比如说红色的母树 然后它一棵树里面 它就可能会有两个色 三个色 那其实这些都是很平常的一个技术 就其实很多人都在做着 像我们主要之前做过的是兽粉 我们就是把几棵不同的植物 我们帮它兽粉 有种子了之后 然后它出来的就会是 它们那几棵相关的特性 在一棵里面 哇哦 这种兽粉的成功率 可能会比较高一点吗 会 这个成功率是蛮高的 那兽粉不是应该要有花吗 但这些官叶植物都是叶子啊 那它的粉哪里来呢 一般上 有很多能够兽粉的植物 它们都会有花的 它们 不过它们的花 就是那种用来兽粉的花 它不是那种观赏性的花 其实这些官叶植物它也是会开花 但是它的花就是 就是只会有那条枝 然后它不是 它是没有兽美专的 那种想象的那种真的开了一朵的花 对对对 通常都不会有颜色的那种 对 都是白色青色这样子 然后我们show一种 show你们一种那个 就是交配出来的 然后不是我们交配 就是交配出来的那种 哇好啊好啊 但这一个它是交配这一个 这个叫Pylobendron Veracruzan 然后这个叫Melano 这是其中一个是Hababa或Mama 长得蛮像的两位 嗯 什么 两个长得蛮像 两位长得蛮像的 其实它的这一颗的特性是 它是 它的 会有点银光 然后它后面是红面的 红色的 然后这边有毛 哦 然后这一个的话是 它是非常的 非常的叫什么Velvet 就是很绒面 然后它后面是没有颜色的 嗯 然后它交配出来的就是这一颗 这个是它的孩子 哇 所以它的反面是红色的吗 红色跟 哦 哦 那是它的形状 嗯 一样 找的差不多 它改天大了 它会拿到这个的雾面 然后拿到那一颗的红 红色跟 它的银光这样子 好好玩哦 嗯 对 真的好像做science project 有没有真的 就两个参在一起 然后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 一个一个结果这样子 是 然后如果 要成功啦对不对 如果失败了怎么办 如果你自己发明一种新的品种 比如讲 你叫IV 然后你也可以把它命名为你的名字 这样子 比如在去Lodendron IV 这样子 啊 我很期待 是 长春藤啊 我很希望 那用我自己的名字之后 我要去哪里注册 所有的全世界都可以来买我的 我的IU 其实如果你 你没有 就现在没有人有这个品种 然后你只要发上网 有这个品种的 然后你发你的名字 大家就会跟着这个 这样子 人家就会去找 Vilodendron IV 这样子 然后价钱就随我开 哈哈哈 真的是这样吗 那我就要开了 那你们两位呢 你们有没有自己的 Simon和Ivan的品种 对 Ivan有这么厉害 Ivan有这么厉害 这个真的是 在培育吗 还没长大啊 你们刚刚在培育的那 可能以后可以叫Simon 和Ivan之类的 对啊 对啊 好酷喔 OK 那其实我们每次看你们做直播 对 然后看到你们真的有好多好多不同的这些官业职物 是 你们是从什么样的管道来收藏到或找到这些职物们的 我们啊 嗯 比如说啦 好像之前我们还没有开始卖职物的时候 我们是收藏家 那我们只要跑到哪一个国家 呃 喜欢的我们都会把它带回来 OK 所以就是 就怎么说 就是世界各地把它收藏回来 然后现在其实我们 我们是去旅行 然后看到 然后 就把它装进行李箱带回来 还是怎么样 或者上啊 买啊 或者 分配买啊 那些都有 不过去旅行 我们是需要有 有Import Permit 我们要有Import Permit 对 进口准证那些 我们才能够把这些职物带进来 都是要用一个 一个对的一个渠道去寄进来 嗯 然后 我完全全不可以自己带 对 这个去走私了咧 对 那这个准证要去哪里申请呢 嗯 农业部啊 农业部申请的 对 会难申请吗 他们会Limit to 其实是 会有一点难度啦 OK 好 那我们看到其实你们卖的这个职物啊 其实有几十令吉 有些是上千 甚至还有上万的 嗯 所以我们很好奇 定价方面 你们是怎么样去拿捏的呢 是不是 当然越稀有就越贵啦 那会不会有说 越大科就越贵 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吗 会啊 其实植物啊 它都是啊 根据它的一个大小 价钱不一样 然后我们的价钱一般上是跟着啊 市场上的市场价来定 再来就是说啊 我们会跟我们的供应商 根据供应商的本钱的价钱 去定这个这个植物的价钱 其实我觉得最近植物的价钱 它的补动会很大 OK 啊 比如说我们啊 第一个bash 我们可能会拿到比如说100块 第二个bash可能会是150 其实这些都是 看这些植物的供应量 如果供应量很少的情况下 反正这些东西都是水涨 水涨船高 它的价钱都会越来越高 对 所以我们一般上都是按照我们的啊 本钱去定我们的卖价 所以植物的价钱其实都 都是浮动的 除了那一些非常稀有的 就非常稀有的植物 它的价钱就会相对来说稳定 这样子 而且现在什么都在讲涨价 船域啊 运输什么都在涨价 所以都被影响到 会不会有顾客可能上个月啊 你刚刚讲这个幅度是非常的不定的嘛 那如果说可能上个月在你们这儿买 多少钱 然后可能下几个月飙上去 有遇到吗 绝对会有 观众 你们的消费怎么会 也会有掉下来 好像有掉下来 这好像股票 真的是极其福福 就像有顾客 比如讲说他以前跟我买一颗东西 可能300多块 然后可能半年后他突然间 很多人要这个东西 他突然间飙到5000块都有可能 是 对对对 都有这样子 都有 然后消费者就会百思不得其解 想说怎么会穿钱这么贵 对对对对对 就打个比方了 就去年 去年刚刚刚开始 Lockdown的时候 我卖过一颗龟贝主是300块 然后今年就过了一年后 一颗龟贝主 我们一样的size 放了2000多 所以有时候我会跟顾客开玩笑说 有时候这些东西比我们投资金 放定期 这些都 在他便宜的时候你赶快去查 对 都还要值得 而且他还会伸展 对 他会增值 就好像买LV包一样的概念 对 或一些爱马仕啊 这些名牌包的概念是一样的 对 对啊 那可不可以请两位来告诉我们一下 你们这个苗圃 你们在当初在建立这个苗圃的时候 是有参考一些国外一些成功的 Nursery的一些 他们的饭粉吗 还是对 还是你们是怎么样建的 然后他是多大 他有什么样的一些必备的条件 我们是老实说 我们是没有去参考任何的那些苗圃 我们是按照我们手上的资金去 去参考 去参考 当初的资金是放多少钱呢 一共包括我们最近刚建好的那个 我们一年 有一年 还没有一年 因为我们那时过年的时候 我们过年的时候才从家里搬过去新的地方 那边差不多四亿家大 但是我们没有用完所有的地方 现在暂时 所以我们用了差不多两亿家的地 用了接近120万去建 所以他要遮阴 然后要有一个浇水的系统 我不会花那么多钱 想必应该是因为有些设施要特别的入手 特别的设计 其实我们头头还没有花这么多钱 是因为我们头头刚刚搬进去的时候 就花了一笔 第一期花了一笔钱 然后我们一两个月过后 就差不多放满的地方 然后我们又专修了一次在年中 年中过后又放满了 然后差不多最近年尾 现在又扩充了大幅 所以我们一年内专修了三次 十个月我们专修了三次 所以其实你们花最多钱 是因为你们不断的扩建 扩建 那边真的花了很多钱 因为像铁什么都很贵 都涨价了100% 那他的遮阴的系统是完全需要覆盖起来吗 还是有点像玻璃屋的概念有没有 我们就用黑网包了 黑网包起来 然后雨是可以冷下 也要看什么植物有的不可以淋雨 有的可以淋雨之类的 像年尾天每天抗河大雨 你们就让植物这样子淋雨吗 对 比如说有的植物他们非常怕水 我们就会把那一些怕水的植物放在有屋顶 就放在屋原下 因为其实我们有的区域是有透明的屋顶的 所以它会有阳光下去 不过它不会有雨水 所以怕水的植物我们就会把它放在那个区 所以我们的那边 其实我们有分了非常多个区 有的区是非常阴凉的 有的区是很多阳光 所以我们会去把那些植物分开来 有的就需要阳光多一点不能雨水 有的不需要太多阳光要雨水 所以我们会有很多个区放不同不同的植物 这样子 那当中最娇生惯养的植物 最像公主 就是后面这个女王 她的湿度什么 土壤所有都要控制的 对 所以是土壤太干 然后也不可以太湿 它的温度大概要控制在几度 你们有这样的讲究吗 不要太不要超过35 哦 没有啦一般上我们 我们比较注重湿度 湿度要在85到90以内 所以你们可能旁边要放加湿器 你们还会放加湿器在旁边 确保这空气是 目前那时候我们是没有用加湿器 因为我们的那个面积太大了 面积太大了 我们会走重在放更多的黑网 把那个区域让更加的阴暗 当它够暗的时候 植物够多 植物够多的时候 它就会很潮湿 它就会比用加湿器更好 如果加湿器一般上是用在 比较密封的地方 比较小的一个区域 或者是greenhouse 我们就会用加湿器啦 这样子 那你们都是两个人打理吗 有没有请人来帮你们照顾 对 我们有nestery manager 然后我们还有工人 还有其他的那些帮手 好专业喔 我们有七个工人 哇 包括你们两位七个吗 还是要轮班 没有没有包括我们两位 不包括我们 不包括 所以整个团队有九个人 对 十个这样子 对 他们的工作除了怎么样帮你照顾 对 要浇水 然后要观察他们有施肥 他们有什么虫害对吗 对 还要施肥 还要育苗 还要帮我们嫁借 还要帮我们做live 还要帮我们做live 还帮我们hiking 还帮我们寄货 还帮我们送货 因为我们俩 我们以前在家的时候 刚刚开始真的是两个人做 真的是做到半夜两三点都有吧 两三点 哇 从心情很好做到心情非常差 然后第二天早上七八点还要起床去做工 从看到植物很疗愈到后面看到植物很压力 哈哈哈 没有没有没有 刚刚刚开始就 嗯 早上八点开始packing 然后心情非常好 因为单很多 然后哇 今天有六十个单要packing pack到好开始 包到愤怒 呀 包到 包到旁晚的时候已经要生气了 妈妈人就好不要跟我讲话 然后包到半夜十二点的时候 因为哪个太好笑了 基本上就没有讲话 没有聊天 没有聊天 就是在那边像上司那样子包包包包包包 不能讲话了 像机器人 就是包了默默回房间睡觉就是这样 就好像那种结婚多年的夫妻 对 热爱 热情消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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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剩下什么柴米油盐 奔跑水 太好笑了 那我很好奇的就是在浇水方面 像女王这么金贵的植物 会不会需要特别的水 比如说过滤水 或者是Avion 要喝Avion 国外的矿泉水 法国进口的矿泉水 有吗 其实没有 但是有的人可能会特地去过滤掉 那个叫什么 Clorine 对 水里面的Clorine 有的人会 但是我们就不理 就全部用一样的水 对 一般上我们 我们园里的植物 我们都不会用那种 教神惯养的方式去照顾他们 因为我们太多了 毕竟一整个园太多 当你孩子很多的时候 你也不知道你要focus 去好好的去教哪一个孩子 所以你只能够给他们 我喜欢Avion幽默 一试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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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也可以省很多的时间 省很多的工 那肥料方面呢 会不会每一种植物都吃不一样的肥料 一般上开花的植物我们会给它成长肥跟开花肥 我们会两个星期放成长肥 两个星期放开花肥 像一般上这种绿叶的 我们有的会放成长肥 或者是慢性肥 然后让叶子比较绿色的肥也是有 就不同的植物我们用不同的肥料 或者让它的斑比较多的肥都有 我们真的好有耐心喔 真的 我真的觉得每一颗植物在你们手头上 真的像baby 你知道小公主小王子你知道吗 所以也可见这些植物真的太珍贵了 很幸福欸 有你们来照顾他们 真的遇到你们 可是我很好奇喔 你知道因为这么珍贵嘛 这些植物你只要有大大小小 还有女王咧 所以说你们会不会很担心说 可能外人寄予你们的苗篷 未来偷 你们的防范措施有没有做好 所以现在我们放这些植物 比较贵的植物的区域 其实我们全部都有上锁起来 一般上假如我们不在苗场的情况下 我们是不让人参观的 然后我们现在那边也有放CCTV跟Alarm 然后我们的旁边都有那种很硬的铁碗 全部围着这样子 六个工人在那边住 都应该都 首尾 首尾还是OK的 哇 真的就是这样 真是像公主欸 你知道吗 在城堡 外面有六个首尾护着她 好幸福喔 那经营一个苗圃 其实你们两位从搭建啦 管理啦 其实遇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我觉得还是人力欸 因为这些东西毕竟是机器做不了 我们还是要用人力的去人工 人工去做 所以我觉得人工也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啦 一般上如果是人手够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教他们很多东西了 让他们去帮我们做这样子 所以一般我觉得最大的问题还是man power 就比如现在的恐怕我们浇水而已 可能就需要三个小时吧 对 两个人浇 哇 你们一个月的水费多少 哈哈哈哈 我能不信 学会还好啦 学会还好没有 开玩笑开玩笑 OK 不过说真的你看哦 你们那么用心的照顾这些职务 然后到把他们卖出去有没有 然后有没有遇到会很心痛的时候 很心痛的时候就是可能消费者 我的宝贝 消费者可能不太会照顾 把他照顾死了 对 有没有遇过这种状况 会有很多啊 所以一般上顾客 很多顾客给我们买了职务之后 对不对 他还会再联络我们啊 然后叫我们跟他们分享一下 怎样照顾的心得啊 或者他有出新夜 他就会拍给我们说 哇新夜很漂亮啊 很大了啊 这样这样 就真的是像照顾孩子那样 我们把孩子卖出去 然后他们照顾到 我就跟着我们一直生 然后一直卖 哈哈哈哈 我们一直生 我们就是update我们这样子 哈哈哈 那通常他们告诉你们的经验 比如说啊怎么会这样子呢 我本来是好好的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对 他种死了或者叶子 好像慢慢越来越卷这样子 他们通常会犯什么样的错事呢 一般上比较多的是 啊他们不太了解这个植物 他是喜欢水 或者是不喜欢水 喜欢热还是不喜欢热 so 很多时候他们会 会把一棵好好的植物淹死 哈哈哈哈 他们叫她淹死 淹死 塞死 干死 酷死 或者放在房间吹冷气冷死 哈哈哈哈 就有的植物不能放在房间 他就把它放在房间 他就把它放在房间 这样子一样 然后到最后宝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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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冷死 真傻眼 他有饿死吗 但是有好消息都有 坏消息了 两个都会有 ok 那会不会拿回来就是帮我抢救 Saman 有非常多 我们那边有一个ICU区 我们帮顾客抢救的 比较远的呢 因为我们的ICU出去 比较远的我们就会给他一点tips 这样子啦 然后附近在梅林的话 他们就会直接送过来 我们不过机会是5050啦 看看他们的损伤程度 有的已经是来到 已经是 都剩下你兔子 末期 末期 然后你就跟他说 做好心理准备 跟他做最后的道别吧 对对对 再买一个孩子 哈哈 再买一个 好冷喔 欸不过说真的 因为我们知道 Dedon 其实是在美里嘛 对不对 所以你们的消费群 当然可能还是比较多集中 都是在美里比较多 有最远去到哪里 对最远去到哪里 古今有吗 去到美国去加拿大 什么 要怎么送过去 什么寄啊 要几个礼拜吧 植物不会死吗 我们寄过去 我们也是要需要 那些export permit 我们需要做fighter 他们需要做import permit 然后我们在打包的时候 我完全全要脱土了 要把全部的泥土洗干净 因为只要有泥土的东西 都不能够寄过去 然后我们会用那些水草 去包裹它的根 然后把它打包好寄出去了 这样子 脱土植物不会死吗 有的植物能够寄 有的植物不太能够寄 我的意思是说 有的植物它很 它会比较耐 比如说寄一个 一两个星期的shipment 它是ok的 我们洗干净 我们就是要在它的根那边 要包裹那个水草 给它有一点 一点湿度 一点湿度 这样子 所以它就还ok 那我问一下 女王如果真的要寄到美国去的话 是寄得了的吗 可以寄啊 都可以寄 也是一样 脱土 然后包 好 女王我们也是有寄过沙巴 跟西马都有 没有 那是本地嘛 那我们就讲外国 那我想问 如果说寄配送的这一些物流公司 不小心 不小心把它弄死了 他们要赔偿吗 还是你们会买保险 反正这一些东西 我们都会买保险 不过一般上物流公司 他们都不帮植物投保 啊 他们都不帮植物投保 就比如说 女王中途死了怎么办 女王受伤了 或被偷之类的 啊 被偷 被偷的话 就能够跟 post-adju的公司 那如果是损坏的话 那就没有办法 哇那你们是赌 等于是 就一个赌注耶 嗯 对对 反正都是这样 ok 所以现在其实我们也比较少 啊寄到寄到国外去 因为人手的关系也是一个问题 因为比如说我们要寄出国外 我们需要去申请准证啊 那些东西 像我们现在 我们人手不够的情况下 我们都尽可能的去避免这些国外的单 ok 哇 那来到节目的最后呢 也想问问两位哦 其实你们目前 对未来的计划 嗯 有哪些期待吗 或者是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些规划 嗯 像你们现在说 有些地方可能是不开放参观 以后会不会全面开放 哦 只要我们有在那些啊 不能参观的地方 我们都会开放给人去参观 哦 不过现在我们的 我们的Nersery 后面的那一块地下面 还有 它有一个小河 以后的规划可能在小河上面 要建一个绿子咖啡屋那样子 哇 对 我要去找你们 所以我们就会被女王包围 然后在那边喝汤 然后小潇流水的感觉 应该要被女王 哇 好美哦 好美的一个 好美的一个计划 就被你们的孩子包围 哈哈哈 你们一定要执行好吗 真的 那未来你们希望 希望会有更多人 或更多的竞争者 投入到这个领域里面来吗 跟你们竞争 其实是ok的 因为因为 其实有竞争才有进步嘛 对吧 然后也会有更多的人 把我们去推广 这一个绿子的这个行业 其实我觉得是好事的 嗯嗯嗯嗯嗯 所以希望未来会有更多的人 加入到这个绿色经济里面来哦 对对对 好的 谢谢TheEden的这个Simon 还有Ivan 加入到我们今天的讨论 来跟你们聊天非常开心 太开心了 太有趣了 谢谢你们的这个 谢谢小朋友 谢谢 谢谢你们 有机会我们去美里找你们 去看你们 好的 谢谢你们的孩子 对 哈哈哈 谢谢拜拜 拜拜